我们再来关注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最新进展 近日考古人员从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内成功地提取了一件气形完整的圆口方尊 同时大规模的象牙提取工作也正式启动 之前只是在台北公共有一件传视品 就是说它的一个出土的情况不是特别清楚 因此它有很多信息是丢失的 我们这一次在三号坑发现的这件圆口方尊是第一件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同类铜器 所以说包括它的出土背景 它的年代 它的性质 以及它的用途等这一系列的基本信息 除了丰富的青铜器 本次考古还发现大量的象牙 其中三号四号坑共发现象牙约170根 象牙的提取和修复是国际性难题 在此前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 确定了系统的象牙提取和保护工作方案 目前象牙的大规模提取保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专家强调 象牙提取将采取全封闭的考古发掘作业 后续根据工作成果再向社会公布 文字单 文字极れ 茨